我刚办完退休手续 手机就响了 我掏出来一看 是儿子打来的 我心里不免叹了口气 我这儿子没什么事是不会找我的 现在这个点正是上班时间 他给我打电话肯定又遇上什么事了 我心情忐忑地接起电话 就听儿子有些急切地道 妈,您怎么才接电话呀 我说,我在马路上 太吵了,刚听见 儿子问我 妈,您应该退休了吧 我心里不免有些疑惑 儿子问我退休这事干什么 但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他 是呀,我刚办完退休手续呢 儿子高兴地说 太好了 我给您找了份工作 这工作您一定得干 听儿子这么一说 我心里顿时就不大高兴 我都辛辛苦苦工作三十多年了 这好不容易熬到退休 怎么还要去工作呢 我老伴走得早 我怕儿子受委屈 没敢改嫁 独自抚养儿子 我儿子长大 那惠儿我又上班 又带孩子 真是十分辛苦 好不容易把儿子养大 他跟我却不亲 儿子虽说和我在一个城市 但他结婚后就很少回家 电话也不常给我打 儿媳家里有钱 儿子结婚的婚房是亲家买的 儿媳生了孩子也是亲家来照顾 根本不需要我 我现在虽说有儿子儿媳 有孙子 却像个孤家寡人一样 我就想呀 既然儿子跟我不亲 那我退休后就跟着朋友四处旅游 好好过过我的余生 想不到儿子现在却帮我找了份工作 我说 你也别替我找什么工作了 那工作我是不会去做的 我辛苦几十年了 好不容易退休 我也想过我自己的生活 儿子有些生气地说 妈 这个工作您一定得去做 就当是为了我 从小到大 您总是忙工作上的事 让我一个人在家 我长大结婚 婚房也是我丈母娘家买的 孩子也是我丈母娘来帮我带 您作为一个母亲 什么都没付出 您还当我是儿子吗 听儿子这么说我很无奈 想起小时候我上班时 儿子经常一个人在家 于是就有些心软地问他 做什么工作 儿子说 我们领导生二胎没人带 您去帮他带孩子 儿子这么一说 我心里就有些好笑 我自己的亲孙子 都没能够资格去带 现在去帮别人带孩子 我没说话 儿子又道 妈 这个工作您一定得去做 过几个月我们科室 要选出一个部门领导 我这没钱没事的 您是我亲妈要不帮我 那我可真没出路了 别说在外面了 就在家里也抬不起头 儿子都说到这份上了 没办法 我只得同意了 儿子说 让我晚上上他家里吃饭 这可是头一次呀 我不知该高兴 还是难过 晚上到了儿子家 亲家母准备了 一大桌子丰盛的菜 招呼我 让我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吃过饭后 儿媳主动收拾碗筷去了 亲家母把我拉到沙发上 说要和我聊聊天 可她话刚出口 我就明白了 这是儿子设的局啊 她让我今晚来家里吃饭 实则是让亲家母 给我讲讲带孩子的注意事项呢 亲家母讲得十分认真详细 不时还算孙子身上笔画给我看 她说得差不多了 怕我记不住 临走前还拿出一本育儿书送给我 再三叮嘱我 回去多看看 儿子破天荒地说要开车送我回家 我也没有拒绝 路上 儿子一个匠地跟我说他领导的性格 说家里的情况 还不停地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带孩子 第二天是周六 儿子早早地就开车来楼下接我 也不问我吃没吃东西 就把我送到他的领导家楼下 儿子掏出手机 来打了个电话 然后对我说 妈您上去吧 工资多少的无所谓 您也不差那钱 关键是把孩子带好 等您儿子升了官 一定好好孝顺您 我没说话 从汽车后备箱里拿上行李 自己一人就往楼上走 他们家找的是住家保姆 需要随时都能照顾孩子 也就是说我走进了那道门 就在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了 我这儿子真是孝顺啊 儿子的领导只比儿子大五岁 叫王军 他妻子叫小丽 一家子都挺和气的 家里装修简简单单 却放着许多书 一看就是有涵养的人家 我刚进门 王军就接过我手中的行李 笑着道 阿姨 您是李俊的母亲 就叫我小军吧 谢谢您能来帮我带孩子 您就负责带好孩子 做做饭就行 只工资每月给您四千 每周可以休息一天 您看行不行 我不知道市场行情呀 这钱也不知给的对不对 但肯定不能讨价还价 每周能休息一天 已经比我预想的好多了 我笑着说 行 放下行李 王军就带我在家里转了转 又跟我说了一些注意事项 这时小丽喂完孩子奶 抱着孩子从卧室走了出来 我想伸手去接过孩子 突然想起我儿媳刚生完孩子 我去医院看他 看着孙子睡在小床上 十分可爱 我就想去抱抱 手刚伸出去 儿媳冷不定问道 妈 您洗手了没 想到这里 我看着小丽说 我先去把手洗干净 再抱孩子 说完我就去卫生间洗了手 小丽说 阿姨 您真不错 是个注意个人卫生的人 这孩子让您带 我们也放心 洗完手 我接过孩子 看着孩子熟睡中的小脸 真是忍不住想亲亲 可这万万不能 我儿媳说了 大人是不能亲孩子的 大人嘴巴不干净 亲了小孩要生病的 我连我自己孙子都没能亲 更别说别人的孩子了 这一整天 我只带了孩子 饭是王军做的 我去做饭 他不让 说我头一天上班 让我先适应适应 我怪不好意思的 快到晚饭时间时 王军的大儿子回来了 他上六年级了 周末不上课 也要去补习班补课 真是十分辛苦 他一见我 就说 奶奶 我叫乐乐 您是来照顾我妹妹的吧 麻烦您了 我一听就乐了 这孩子说话像个小大人似的 是一个有礼貌的好孩子 看来我在这家里的日子 不会难过 说完 王军就招呼大家吃饭 我本来想加了菜 然后去厨房吃的 没想到王军说 阿姨 您就坐这里 和我们一起吃饭吧 家里没那些姜酒 您能来帮我带孩子呀 也是我们家里的一员 小丽也在一旁帮腔 我不好意思地坐了下来 小丽还不停地给我夹菜 生怕我吃不饱 我心想 祝我儿子儿媳 能这样对我就好了 比起来 他们还真不如外人 乐乐是个小话匣子 边吃饭边讲他补习般的趣事 一口一个奶奶地叫我 让我有些恍惚 好像这真是我的家 他们呀都是我的子孙 这顿饭吃得十分开心 说实话 我许久没那么开心了 平时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家 除了电视声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觉得这活真是不错 又照顾了儿子工作 也能让我感受感受 三代同堂的感觉 刚吃完饭没多会 我儿子拎着一堆东西来了 他递给我一个 我从没见过的红色布包说 妈 您东西收漏了 我接过儿子递过来的包 儿子又对王军说 王哥 头一次上家里来 也不好空着手 不知道您和嫂子爱吃什么 只好随意买了些水果 王军和儿子客气了几句 就领着儿子去了阳台喝茶 小丽把小宝交给了我 带着乐乐回房做作业去了 小丽奶水不够 小宝是混合喂养 所以夜里是我带着他睡 不过这孩子挺乖 不算闹腾 一晚上就醒两三次 过了五天 我儿子又来了 拎着几条烟喝两瓶酒 看样子都不是便宜的 他神色极匆匆的 一进门也没和我打招呼 只对着王军说 王哥 我有点事儿想和你说说 然后两人进了书房聊了许久 儿子走时 我不放心 怕他遇上什么大事 就对王军说 小军 我去送送小郡 马上回来 我跟着儿子到了楼下 他都没说一句话 我忍不住问 儿子 你出什么事了 儿子说 妈 你别乱猜 我能出什么事儿 还不是我们部门 选领导的事儿 宁可要好好带孩子 这就是帮我大忙了 儿子说完 也不问问我 这些天过得好不好 打开车门上了车 临走时又嘱咐我 宁可别出岔子 别拖我后腿 看着儿子的车缓缓消失 我心里不禁感觉有些悲凉 我在儿子心目中 静不如他的工作 我回到了王军家 王军对我说 阿姨 李俊买来的烟和酒 您收起来吧 等您休息的那天 带回去给他 我怎么敢把那些东西 拎回去给儿子 还不被他骂死 我刚想开口劝王军 就听王军又道 阿姨 李俊在单位上犯了错 这可不是小错 明天就要开高层会议 商量这件事 我保不了他 那东西我不能收 听着王军的话 我一下愣在了原地 我儿子在工作上犯了错 听着意思是要被开除吗 可是儿子从来没跟我提过 一直都狠我说的是 他要竞选部门领导的事 我突然想明白了 原来儿子不是要竞选部门领导 而是因为他犯了错 儿子肯定是想找领导说情 又不知如何说的时候 刚好王军家生了孩子 要找保姆 儿子便向王军推荐了我 让我上他家里做保姆 这样儿子就用我做了人情 就好向王军求助 我竟然被自己儿子算计了 真是可悲 他还不跟我说实话 我走到茶几旁 提起桌上的烟和酒 就想往我的卧室走 王军又道 阿姨 我知道您来这里的意思 这忙我真帮不了 如果您不打算继续做了 能不能请您给我几天时间 等我找到接替您的人再走 我会把这个月的工钱 结给您的 我转身看着王军 他一脸真诚地看着我 我对他说 小军 你们一家都是好人 我在你们家虽然只待了五天 但这五天我却过得很开心 小军的事是公家的事 他犯了错 就该接受惩罚 这不影响我继续在你们家里带孩子 只要你不开除我 我不会走的 王军听我这么一说 脸上表情有些复杂的道 阿姨 谢谢您 又过了两天 王军告诉我儿子被开除了 我很想给儿子打电话 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跟儿子说 正当我犹豫时 儿子打电话来了 他说 妈 我辞职了 这工作没意思 您现在住王军家 家里这房子也不住了 您把它卖了吧 把资金拿给我去创业 等我有了钱给你买套大的 我真觉得自己的儿子越来越陌生了 现在竟然打起了我房子的主意 我把这房子卖了 以后去住哪 真是好笑 我对儿子说 那房子我是不会卖的 你自己好好反省反省吧 我都知道了 你现在踏踏实实找个工作才是正事 儿子听说我不买房子 跟我大吵了一架 后挂了电话 气得我一屁股坐在床上哭了起来 哭了好一会儿 我才猛然想起我这是在别人家里呢 赶紧擦擦眼泪走了出去 小丽看着我说 阿姨 我看您今晚也累了 早些休息吧 今天孩子我自己带吧 您保重身体 自己过得好才是真的 是啊 自己过得好才是真的 我为儿子操心了大半辈子了 现在都快入土的人了 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反正那房子是我的养老房 我还有退休金呢 现在我在王军家 每月也能挣四千块 这些钱留着以后 住养老院也能舒舒服服的 要是把房子卖了 以后我可真就什么都没有了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儿子不亲房子亲呀 你们说 我该怎么办才好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